1971年9月13日零时,在周总理下令阻止无果的情况下,林彪乘坐强行起飞的三叉戟飞机朝着中蒙边境飞去。 凌晨两时半,这架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,出事原因不明,伤亡情况不明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毛主席沉思良久,一连问出五个问题,但在座的领导却无一人敢应答。 毛主席究竟问出了什么问题?为何无人应答呢? 这一切还得向从林彪的革命经历开始说起。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,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,从没在正面战场上获得过一次胜利,北平、天津等地相继失守。 作为控制华北地区的重要疏念,山西也被日本人列入军事计划之中。 入侵山西的军队正是板元征四郎的第五师团。 在攻下大头后,日军本想攻下燕门关。 但考虑到此处有国民党重兵把守,于是便改编计划从地势险要、狭窄的平行关通过。 这种情况下,山西的土皇帝严锡山自知无法抵御日军进攻,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于军。 唯一的办法,就是向其他队伍寻求帮助。 思来想去之下,严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够帮助自己抵挡日寇铁蹄。 此时国共刚刚恢复合作不久,红军也刚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。 面对有军的求助,面对中国人共同的敌人,毛主席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。 为了赢得战斗的胜利,毛主席派出林彪、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师长,率领一百一十五师,在平行关一处给予日军猛烈回击。 一百一十五师是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、第十五军团主力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遍而成。 参加过反、围剿、四渡赤水、飞夺卢定桥等知名战役,成员皆为信仰坚定的军中精锐。 林彪能够担任一百一十五师的师长,又被派到这次意义重大的战斗当中,可见毛主席对林彪的信任。 经过三次实地观察后,林彪制定了一份详细的伏击计划。 并找到老银庙高地对面的一块大石头,当作自己的临时指挥所。 9月24日夜晚,冒着冰冷的大雨,战士们急行军到指定埋伏地点,用最快的速度筑起防御攻势,随后便隐蔽在丛林之中,全神贯注地盯着下方的小路。 25日清晨,日军队伍缓缓进入埋伏地点后,林彪一声令下拉开了平行官服基站的帷幕。 狂妄的日军没想到会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,一时间乱了阵脚。 汽车被迫停在狭小的公路上,日军四下逃窜各自为战。 在经过短时间的慌乱后,日军很快便恢复战斗力,纷纷朝两侧的山坡跑去,战斗也陷入胶着状态。 为了减少弹药消耗,也为了打乱日军的反攻,林彪立即命令战士们向下方日军攻击,将敌军队伍分成多个小块,用肉搏的方式消灭日军。 这一作战计划果然减小了双方之间的武器差距,给敌人造成了严重伤害。 就在林彪观察敌情时,突然间发现日军一个小队正在向老爷庙高地突击。 一旦被对方得逞,我军就会受到对方居高临下的火力打击,还会使日军突破包围圈,从老爷庙旁边的小路撤退。 让686团派人总击,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占领高地的日军。 有了林彪的指示,686团团长立刻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与日军对战,最终保住了老爷庙这片高地,将日军锁死在包围圈内。 此战打乱了敌人严平随铁路肉翼迂回华北的计划,是八路军初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。 这一仗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,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,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截。 同时也使林彪成为了名造一时的抗日名将。 可惜的是,这次战斗过后,因为一次意外,林彪并没有在抗日战场上留下太多传奇。 平行关战役过后,林彪缴获了一些日军大衣以及洋马。 1938年2月一天清晨,林彪身着日军大衣,骑着战马途经席线以北迁家装饰,被驻守此地沿西山部地十九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舞伤。 当时那位哨兵没看清楚林彪是敌士尤,本能地以为来了一位日本指挥官,便扣动扳机向林彪开了一枪,子弹从右夜睛左色被穿出,伤及肺和脊椎骨。 虽然事后得到了及时医治,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。 从这之后,林彪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,并逐渐形成了怕水、怕风、怕光,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。 为了医治身体,林彪离开了抗日一线,先后前往延安和苏联治疗,回国后从事军队教育工作。 抗战胜利后,中央军委需要一位得力干部入驻东北,掌握东北的主动权。 经过慎重考虑,毛主席将这个重任交给了林彪。 但这一举动却受到了许多人的不解,因为林彪在抗战期间的表现,只有最初的那一场平行观战。 再加上许久没有从事一线工作,许多人担心林彪不能很好地适应东北的工作。 但在毛主席看来,林彪是当前最合适的人选。 在革命队伍中,林彪是为数不多地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,而且读的是著名的黄浦军校。 蒋介石也曾多次对林彪抛出橄榄枝,去以高官厚禄,希望他能为自己效命。 不过当时的林彪已看透国民党,他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,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人民的队伍。 所以不论蒋介石做出怎样的承诺,林彪都只是态度冷淡的婉拒,最终加入了当时还在发展阶段的共产党。 从龙岗伏击站到黄皮草台港伏击站,再到飞多卢定桥,击站辣子口。 林彪从连长一路升为红异军团的军团长,在毛主席的培养下成为红军骨干力量。 虽然因为受伤离开一线,但在苏联疗养期间结识了许多苏联将领。 此时苏联手中,有许多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武器正好可以派林彪前去交涉。 对国民党的了解,土地革命时期的经历与苏联将领的交好,加上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,多重因素作用之下,毛主席决定将东北解放的重任交给林彪。 而事实证明,林彪确实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。 1945年11月,在林彪还没有到达山海关时,国民党军队率先对东北民主自治联军开战。 此时的东北联军人老马皮,再加上东北一直处于为满政权的统治,国党在这里没有群众基础。 为了改变不利局面,林彪凭借土地革命时积累的经验,扎根在东北农村, 帮助东北人民打土豪,分田地,发动群众的积极性。 考虑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,林彪又命令部队深入深山老林围剿土坊, 为人民除去打家劫舍的祸害。 在帮助百姓的同时,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共产党,纷纷参军入伍,保卫自己的家园。 短短几个月时间,东北联军就惯然一心,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,掌握东北大部分土地, 军队的数量也超过了国民党首军。 有了这个坚强的后盾,林彪率队发起反击,不断压缩国民党军队的生存空间, 使得国民党只剩几座孤零零的城池,解放东北的辽水战役也登上了力士舞台。 有趣的是,辽沈战役过程中,打赢胡家窝棚的部队并不知道,这里是廖耀香兵团的指挥部。 可当这份捷报传到林彪手中后,他仅仅凭借缴获的小车、短枪与毕伤军官的占比, 就推断出来这里是廖耀香的老巢。 没过多久,追击胡家窝棚逃跑军队,活捉廖耀香的命令就传遍了整个战场。 直到被俘,廖耀香都不肯接受自己败在林彪手中这个事实。 辽沈战役结束后,东北全面解放,林彪率队一路南下,指挥了平均大战。 新中国成立后,林彪怕光、怕风的旧病复发,再次放下工作疗养, 直到1955年以后,林彪身体逐渐恢复过来,才再次活跃在大家的视线里。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,随着名誉的扩大,林彪渐渐忘记自己革命的初心, 甚至做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动。 1971年9月13日,在阴谋失败后,又带着妻儿仓皇逃出国外,最终诉出了生命的代价。 1971年9月12日,在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, 256号三叉戟飞机突然降落在山海关机场,工作人员赶紧将这一情况上报, 最终传到了正在开会的周总理的耳朵里。 不好意思,我先出去一下。 说完这句话,周总理就暂停了正在进行的会议, 而后便回到办公室内,立刻向空军司令五法线打电话询问, 空军的三叉戟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,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? 上面都有些什么人? 总理,我听工作人员说是飞机出现了故障。 听到这个回答,周总理立刻下达一道命令, 五法线同志,请你务必以司令员的身份下令, 阻止三叉戟飞机的起飞,让他停在山海关机场。 等到飞机修好后,立刻飞回北京,飞机上不允许携带任何人。 晚上11点22分,周总理接到了叶群, 林彪夫人打来的电话,向周总理提出使用飞机的请求, 结果被周总理以晚上不安全为由拒绝。 之后,周总理又接连下达多个指令,希望能够阻止林彪的行为。 但令周总理没想到的是,即便已经做出应对措施, 却依旧没能阻止林彪。 13日零时23分,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下, 强行飞上西南方向的天空。 就在飞机即将驶出中国边境时,周总理将林彪坐飞机出逃的消息报告给毛主席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毛主席只说了一句,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随他去吧。 而后便没有了任何指示。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就在13日的凌晨2时半, 三叉戟飞机坠落在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。 当工作人员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主席时, 毛主席半晌无言,叹了一口气后,连问了五个问题, 飞机坠毁了,这个消息是否可靠? 飞机为什么会坠毁? 是不是没有油了? 是我们的飞机吗? 会不会看错了? 飞机上还有没有活着呢? 在座的其他人也是刚刚得知这一消息, 也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, 所以根本无法回答毛主席的问题。 周总理能明白毛主席此刻的复杂心情, 于是便站起来回答道, 我已经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去了解情况, 您不要太难过, 有消息就立刻告诉你。 最终经过调查, 坠落的确实是256号三叉戟飞机, 飞机上9人, 包括一名妇女, 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失去了生命。 至于坠机的原因, 初步判断是却有导致的动力不足。 对于林彪,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军事才能, 无论是抢占蜡子口, 平行关大街, 三下江南, 还是辽沈战役, 海南岛战役等, 其军事指挥能力是无容置疑的。 但正所谓不忘初心, 方德始终, 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在赞誉声中迷失自己, 不能被名利蒙住双眼, 而失去自己的本心以及正确的进取之路, 我们只有振奋精神, 笃形不殆, 才能不辜负历史, 时代以及人民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